流星是什么? 夜空中偶尔出现有意识而过的星星 那就是流星 宇宙中铺满了大大小小的流星 这些流星常会因为地球的引力而掉落在地球上 流星在高速掉落穿越大气层时 会和大气层发生剧烈摩擦,引起燃烧并发出绕眼光芒 流星的命运会如何呢? 它们之中小小颗的在穿越大气层时会被烧成灰烬 而小大颗的如果没有被完全燃烧 就会掉落在地面上成为陨石 知识补给站,流星并不难看到 在晴朗的夜晚,如果你耐心等待 一般都能看到一到两颗流星 而且几乎每年都会有流星雨出现 想要看到流星的小朋友,一定要有耐心呢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